大V报Angela Baby拒绝去浙江卫视跨年,并支付违约金,被网友夸赞,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网上开始流传出一个消息,说陈伟婷因为亲眼目睹了高一项出事,所以宁愿赔偿违约金也要退出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 对于央视的报道,浙江卫视方面至今没有做出回应,本来影响已经非常大了,现在却在遭重创,由于今年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早早拿到了牌照,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择提前一天进行领跑,而是与其他电视台一起在12月31日晚上竞争。 但想再来看,由于负面舆论的原因,很难能够与其他电视台抗衡,Baby现如今其实是处在两难的境地,跟浙江卫视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在浙江卫视面对困境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在别的明星抛弃浙江卫视的时候支持浙江卫视,那么后果其实也可想而知,但是如果Baby参加了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该打V称Baby拒绝参加浙江卫视的跨年活动,为此还支付了违约金,Baby宁愿违约也不去参加晚会的魄力也是让不少网友夸赞。